七年總共打了六次的總冠軍賽 就是很多時候都沒有辦法 不過林書伟在湖頂也用三分球還顏色 所以Jeremy Lee一開始就站起來了 張宗憲跳投結果沒進 林書伟撿到了一個長籃板 對 今天一開始讓林志偉來擔任說話 就是希望能夠再成功進去對抗你 多點籃板 多點苦工 讓賽勒能夠去強攻人下 這絕對是好事喔 其實這就是我們看到富邦 我們必須要講這個集團 他在運動的這個區塊裡面的一個投入 包括大專聯賽 包括大專運動的一個支持 其實他們都是非常不予一役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塊 在年輕族群裡面 再來看一次喔 這一個後撤步之後 中距離跳投 It's good 對 這個節奏非常的理想 林志偉搶了兩個進攻籃板 對 我想林志偉有這個能力做出貢獻 但是籃下他這個 有些時候被壓迫的情況下 他沒辦法把球擺進 在一開賽有包辦了大部分的得分 富邦在這個開局非常的理想 而且能夠贏球的話 工具站之類的標題都可以用 因為確實這個開局是打得很好很好 但是沒有擺進的情況下 Q還有籃板 籃下再起買到犯規 施敬堯在這個時候回到場上來 當然就是希望能夠衝出一波板凳的能量 整個船頭切之間 他找到了一個舒適點就這裡 他還滿常在這裡發揮的 林書偉攻擊籃框用拋頭的方式 要到的分數 今天林書偉進攻的武器相當全面 球員有機會 洪志善 蔡文成 林書偉 或者是張宏賢都好 每一個跑去前口的人 盡可能用速度去帶動到你的進攻 這一球被林書偉給抄掉 倒在地上之後球救回來 對戰術的理解來講 他算是非常透徹 而且他很能夠 他其實是一個很實在的球員 我覺得他昨天 忽然在手捷的這個火力展開 他有事有功勞的人 所以像這樣的球員都很清楚 知道什麼時候要跳出來 目前兩隊的比數呢 30比26 這是在暫停之前的最後一次傳球 林書偉走到了中距離附近 想要地板給球找林夢學 但這一球呢 在底線的隊友並沒有跟進上來 對這段時間似乎雙方跟籃框都無 投球進這件事情無緣 從戰術裡頭看得出來的差異在這裡 似乎是同一個施敬堯 正面壓制他我覺得蠻重要的 施敬堯又來了 切入之後分球給到外圍的隊友 簡浩在中距離跳投結果被蓋掉了 也讓富邦有一個前場快攻的機會 林書偉並沒有選擇出手 而是找到右邊的侯志善 看見了三番球 節奏非常的理想 你看他接到球的時候他不急著瞄來 為什麼 就希望把事物降低 然後去理出更好的一個出手空檔 洪志善儘管在這個系列賽裡面 三分的手感並不是特別理想 其實這個狀況從上一個系列賽就開始 但是隊友或者教練都還是對他很有信心 因為剛剛在第一拍的時候 林書偉其實是有出手的機會 但是他並沒有選擇直接拔起來 就今天比賽在開賽第一節很快 三分半鐘個人就得到十分 可以講一下你今天自己的發揮自己的感覺嗎 就是一直在發揮自己的感覺嗎 就是一直在發揮自己的發揮 整個計劃賽 我只需要在發揮自己的發揮 希望我會成功 第二節教練把你換上來的時候好像有一些交代 那這個內容是什麼可以分享一下嗎 我嗎 沒有什麼就是不要犯規 因為我已經有兩次 那麼在第二節其實球隊的表現比較掙扎一點 最後是靠洪志善的這個三分球連續投進 那你覺得球隊在第二節面臨到比較大的麻煩在哪邊 我也不知道耶 只是進攻的時候 有時候會停下來 所以只是要 比較 不要生氣的 找對了 好 謝謝 下半場去加油 謝謝 有邱平跟我聊到喔 他觀察Kiss Cam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前面幾組 必須要有達成 後面幾組成功的機率才會高 不過看起來 林書豪 不想玩 歡迎回到比賽的現場 這時候林書豪也回來了 繞過了兩個掩護之後 林書豪在中距離的出手 一上來就有貢獻 而且看到很多球員 他是屬於慢熱型的 也就是在場上他需要打一陣子之後 才能找到自己的節奏 這個狀況在林書豪的身上看不到 不過很快的 張宗憲 又補了一顆更長距離的三分球 大動作就是講這件事情 減浩 在4-5度角打敗了三分蛋 進球就是好球 不管他是怎麼角度 很快的 想要在這邊懷疑顏色 馬上就回進了一顆 所以絕對需要張宗憲提升的處理 又發生失誤 林書豪帶球快攻 選擇把節奏慢下來 林書豪自己起了 在4-5度角投進了三分蛋 外線一步的跳投把握住了 我們看到這個富邦 現在在把分數再拉開 大局的擋了之後 空間無限寬廣 那同時這一球投進了之後 林書豪的哥哥林書豪 也相當激鬥 好處有冠軍在經驗的人 翔早塞了 這邊差一點要發生失誤 所以在沒有機會的情況下 找到外圍的林書豪 開進了超大號的三分蛋 這真的是沒話說了 他現在手打開 敲顆雞蛋都會熟 我覺得太燙了 這麼遠照進不誤 看到他媽媽超開心的 跟林書豪都非常開心 他們這一區的 包括他們經紀人等等 都非常開心 我覺得是 林書豪倒地了 希望不要有太嚴重的傷勢才好 看起來走路是一搏一搏的